我們RAN完了,當然要試一下效果 例如單格,單格就簡單點,就用Input 正常來說,其實是Sequence,就這樣做 例如AO有一格,一格先放進去 另外有一格Color 有一格Mass 也有一格CDAP OK,有四格 我們怎樣配合它呢? CDAP是這樣的 OK,有四格 那怎樣做呢?很簡單,第一件事 我們會把AO至Mass三層 AO、Color和Mass這三角 一起配合我,OK 按三個Layer,開一個新的Cump 放手 那就OK了 變成這樣 現在呢,搭的Layer 前後次序就還未正確 OK,對著行不正確 AO放上面,然後Color和Mass AO怎麼配合呢? 選擇AO 將AO的Mode由Normal 變成Multiply 好了,已經留下來了 AO就在這裡 它是專注暗位的 OK 如果AO你覺得太多了 或者不夠的話 其實可以選擇Layer 在Effect 那你就可以選擇Color Correction 開個Level Level Level 那你可以呢 調校的 譬如我先把這個 遮住我 那你調校Level的中間位 可以調校少 調校多 OK 那你做機械人那些 機械類 這個就真的不少了 OK 可能谷度很幼 OK 可以調校多少 好了 好,接著呢 譬如就說 咦,Mass放下面 這樣就看不到 這樣就遮蓋了 對不對 那Mass要做什麼呢? 就說我想局部調校 例如 我想調校後面這堆球 OK 因為剛剛呢 我只看Mass 那你會看到 那你會看到 前面是紅色 後面的球是綠色 背景是藍色 OK 比如說我想調校綠色的部分 綠色 好了,開玩笑 那首先我把Color 1 就按Ctrl D D 然後呢 這個記錄在上面 放在上面 去Effect那裡 那我們選 Channel 選了一個叫Set Matte 的東西 好了 我們在Set Matte裡面就拿了 我們想拿Mass 1的綠色部分 出來用 OK 那我選了 Take Matte from Layer 好,選回Mass 1 Mass 我們用什麼Channel呢? 好,按綠色 按過後呢 你看到 咦,好像沒有更改變化 對不對 先不要急 好,現在試一下 這個時候 假設我需要調校這些 調校色 調校照片 調校成為Color Corre... 例如我選擇 Level 3 OK 可以試一下 如果我把球調的 contractor 調校深色一點 OK 影響的呢 就是這個 Layer OK 影響不了前面 因为我现在教的是拿绿色的Layer 不是,我不是写一个绿色,我写蓝色 背景才真,蓝色,背景 那你会将Channel 转成蓝色 ok 然后选一个Layer,用刚才的Mask 可以选各部Tone色,比如不用怕 我现在弄错了,又重新弄了,就不用不辛苦了 甚至你可以看到我可以推一点点颜色 ok 有了它,有这个Mask 你要弄色的,就会相对比较简单 ok 比如只是暗一点这个 好了,这个MainCamp就做完了 通常这个Camp,因为没有名字 那么我按Enter,就改名 这个是Short 1的Camp ok Short 1的Camp 好,那么C-Def哪里用呢? 留意,C-Def不可以和它们一起用 C-Def要另外独立开一个Camp 因为这里我们可能会用很多东西 对吧 那么你将S1的Camp 然后选择开新的P-Camp 放手,ok 它会开了P,叫做Camp2 放到Camp1里面 好了,现在将C-Def又放到底 放到底 放到底 我们不会放到面 好了,这次呢,先选择Camp1 我们在Layer那里 好,那我们选择Effect 就选择一个Bird 叫Cambera Lens Blur Cambera Lens Blur Cambera Lens Blur 噢,由于我用了CS4 所以是没有Cambera Lens Blur 那我就这样用个Lens Blur 原理其实是一样的 原理完全一样的 只有名字不同了 第一件事你看到 旁边就蒙了 旁边都蒙了 第一件事先解决了 先解决了旁边 那我们先用这个 Repeat Edge Pixel 那旁边呢 就会Sharp 没问题了 好,第二 其实它跟 拿个Color 拿个Mask的Channel 做法很像的 首先我告诉你 Bird要Depend on 用Esset Depth Layer OK 那我们就选回 Def Map Channel Def Map Layer 就是C Depth OK 那你按完之后 什么都不按 你看到它已经做了 你看到这个 波就很清 后面就蒙了 看到后面蒙了 Def Map Channel 它自动就拿到Luminance 即黑色Luminance OK 那你会看到 不是哦 如果我想Bird更加 那你应该看到 Iris Radius 或者Bird的Radius 那碟是15的 告诉我越大 后面的境 当然要光圈 可以看到 类似 那你将我越大 后面就越蒙了 OK 那你会看到 光圈大了 Render也要久 所以不要弄太大 比如我给个 30 OK 那你会看到 前面就很清 后面就蒙了 OK 那你会看到 譬如说 它和Maiya 有什么好处 不好处呢 当然了 AE Render 相对地 Depth就更快 不用现场计 那你会看到 质素好像更漂亮 对不对 其实不止的 还要好处就是 你可以调调 譬如现在是前清后蒙 它有一个叫 Blur Focal Distance 看着 譬如我把推造 我推一点 那后面又多清一点 那我再调调一点 好了 那你会看到 现在前面开始蒙了 中间那层就更清一点 对不对 好了 我再调调一下 希望可以后面Sharp 好 那你会看到 现在呢 就是后面清前面 那就是说 After Effectual Compositing 还可以加多一层 随时改变它Focus 就是In Focus的Point 所以相对来 用After Effectual Compositing 的话 那的而且有它的好处 OK 但就笔上 到底是不是这个方便 其实我自己觉得是 是的 那起码我们随时可以 譬如你玩Shift Focus 或者AE 或者Key Film 这个Focal Distance 就可以做到 后期的Shift Focus OK 那你做些功课 那质素就会更加好